我请教郁珍委员 郭台铭真的自己送上门 来给朱立伦诈骗吗 我们也不能这样说 我刚刚看佩芬姐讲了一些东西 我就我知道的说 第一个对黄光潜说的部分 我事常有说过 我知道的部分跟他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些是他知道我不知道 因为他真的从很开始 就跟郭董一直有在电话联络 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中间我也跟他们都有联络过 所以我都大概有一些事情 都比较都是确实 但是有一些事情应该这么说 比如说以这个秘书长黄建廷的这个部分 比如他在4月13号讲那个三阶段的时候 我不觉得黄建廷那时候就心里 就是喜欢的 想要的就是说侯友宜 其实黄建廷也是比较喜欢郭台铭的 只是他说说三阶段的时候 他后来不是一直澄清澄清吗 他的想法是就是 因为他讲三阶段 然后郭要被整合是一起整合 说应该是第二阶段 但是因为那时候媒体只报纸第一阶段就好像变成是内定那个样子 所以他才有说的这个很清楚 然后所以后来应该是这么说 我觉得黄建廷也影响不了朱立伦了 我从他礼拜上上礼拜 就是征召的钱的那个礼拜打电话给我 他有征询我支持谁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黄建廷有打电话征询你 有有有但是他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支持郭台铭 但是形势上他也是得做这样的动作 来征询我 然后他也是有问我这个问题 那后来我们的一些对话 知道说其实我就感觉到 这件事情征召谁这件事情 事实上也不是黄建廷那么可以去影响朱立伦了 所以还是朱立伦做的决定 从一些对话中我们本来就是有熟悉有认识 第二个光琴姐发的那篇中常委那篇 事实上是确实的的确有 就把它公布出来吗我的意思就是 对公布出来但是中常委委托公布的嘛 是他请他去公布的嘛对吧 事实上他是先给了我了 然后但是但是我 但是你不适合公布黄光廷拿去公布这样 我也不能这样说 黄光廷就应该公布啊 黄光廷有公布啊他有公布啊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想被知道 所以我就不方便说 但确实是有这个 而且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一位 因为在即便在被征召以后 也有其他的中常委来找过我 就是其他国民党内的这个中常委来 找过来表达一些 这个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然后也怀疑了他们知道一些过程 说的确是有相当多的中常委 事实上是支持郭台密的 这个是但是您说 为什么后来在中常委没有做任何动作 这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 星期二中午的时候 在郭董的这个家里的时候 是做下这个结论的 因为那天中午早上 我说过了嘛 要开记者会 然后后来是郭董叫停 叫停是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 他会赢 对所以我们不刺激对方 然后那中午大家就跟议长们 就这些政府议长 那各地的就 还有我们就一直吃饭 吃饭的时候也有讨论到中常委的 联署那一件事 这个联署是中常委主动发起的 后来就想说这个联署要不要继续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有准备 但后来都没有去 后来那天吃饭就确定说 那就不要继续了 因为已经会赢了嘛 那天中午就这样觉得嘛 然后那天中午还确定 因为那天没有来的议长也有联署 我们还写另外一个联署 没有来的也是支持郭董 就不是只有来的 因为这个月是在开议会 在开定期会 所以很多议长都不客前来 但都有派代表 或是有签名什么都有 这样做了很多 事实上中午应该要说这些议长 就是地方的这个议会的领袖 支持官民真的是非常高的 那第二个什么时候知道 我得到的讯息 我从郭伯那里知道的是晚上 但是后来我知道是晚上 大概可能六七点的时候就知道了 然后知道了以后 这个知道以后就有再请一些议长们 再去帮忙联络朱里伦 但是没有接电话了 然后至于大家一直在争执 那个所谓牛鬼蛇神 这个我实际也不是看媒体的啦 说实在话 因为因为我也 这个也是郭伯跟你证实 不是不是也不是郭伯啦 事实上反正就是有人 就是媒体在讲 也不是媒体告诉我啦 我在媒体 媒体在讲 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媒体告诉我 等一下有人跟你证实 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们也不是说证实 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会 会还原说这中间在协商过程中 讨论过程中 讲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也没有把这几个字看得很重 反正就是对方说的时候 我们说了什么 他们说为什么后来也没被征召 那个是在媒体发酵以前 我就听过这个词 那时候我并没有把这些字看得那么重 还有媒体一直在讲什么 对于这些 现在讲了很多事情 是我在比较早以前就知道的 所以我是觉得那时候的人 都还没有确定一定会输嘛 所以那时候讲的话是比较纯真的嘛 就比较原汁原味的嘛 不是说故意要为了什么目的 而去说什么话嘛 所以我很多讯息是在之前就知道 所以我可以确认很多事情 都是事实 好那现在这个结果你怎么观察 因为郭本事实上呢 也不必然都是国民党党员 或者政治力量 所以郭本在网路上扬言比方说飞锅不投无锅交游 或者有一些郭本说他改投赖清德改投柯文哲 那显然郭本这一块票源跟政治能量很有可能就远离国民党 我觉得是您刚讲前段也是正确的 因为我有很多郭本也会联络我 就是写简讯给我 传真给我打电话给我 反正不一而足非常多啊 每天都有很多发发讯息发领书反正就很多 然后也有一些团体我也有参加 那个赖群组我也都有参加 很很明显就是说 第一个还有包括我身边的人 原来支持郭台铭的 现在很大的一部分 至少我接触的还有传过来的讯息 很大一部分都自主的啊 这些并不是被人家去鼓动的啊 大部分都是会转投给柯文哲 就是说比较想投给柯文哲 比较偏 所以这一场征召里头上获利的并不是 并不是侯友谊 的确是柯文哲 我有看到这个民调 我也感觉说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人就不讲了 就不表态 大概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或者有一些就转向柯文哲 事实上投柯文哲的比例是蛮高的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说郭董当然很大气 他在那一天发的那个声明 就是17号那一天早上发声明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我也是有点知道了 但是他发的那个声明后 事实上后来即便他自己 尽量平复 然后但是但是这个 但是事实上旁边的支持者 包括那些基层的事 很多人是都愤愤不平的 后来又更知道很多这个过程以后 就觉得说 其实这一场很不公平的 尤其是你看民调嘛 民调说是5月20号以后 做两次滚动的这个民调嘛 那我后来看党中央公布的民调 是5月3号到5月15号 5号到13号 5号到13号 我就想说那这样对吗 5月5号到5月13号 刚好就是我们办了很多场造势 我们的人都拉在造势现场 动算动算 他在家里跟我们打电话 这样有有有公平吗 这样子而且 当然说实在话 如果还原来讲 征召当然是主席是可以前纲独断 这个是也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你要这样子 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要增加这个 我要增加那个条件 这个 这个就好像这场游戏 然后当然最后 最后礼拜一跟礼拜二 那两天的时候 可能在说话的过程中 也没有直接的叙述 我自然也说过 就是说有点像是说 一个女生要跟男生分手 或是怎样 两个男的嘛 有两个来追求 我有说过了啦 就是说那有点像是 我没有跟你说很清楚 我说你很好 很棒 我真的很喜欢你 各方条件 然后第一天就不说清楚 然后你就 你礼拜三已经要嫁给别人了 你还这样跟他说 然后他就会觉得 我还有希望 我还有机会 然后到了礼拜二 怎么都没有什么那个 不过礼拜二的时候 他们那场约也不是因为礼拜一 礼拜二 郭董听到什么讯息后才去约的 因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郭董就说在跟 类似说下午晚上 再跟主席讲一讲 大概就是确定了 就在讲一些收尾事情 然后大概盛选的话 大概怎么做 那个宣言怎么那个 我只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郭台铭这次受委屈 对你知道 然后受伤害 不是不只委屈啦 而且受伤很重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知道吗 坐教的人可能想下来 旁边抬教的人不一定会放手 对 就是说国台铭的态度 当然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他要继续 就是说去感恩之女去弄的话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下一步他要干嘛 他可以当派系大佬 对问题是你要当派系 他现在已经变成 这个国民党内反侯 政治势力的共主 他上次就派系大佬 还记不记得他那上次选 派系大佬没有少一块肉 像韩国瑜都不选举 不选举四年了 也是派系大佬 你看大家初选还要找他握手 没错 没错 但是他上次 其实郭台铭上次也是派系大佬 你知道他不是还要组织 什么训练年轻的那个政治家吗 但是问题他想要干嘛 这个才是关键 所以我在想说 他真的受委屈 受伤害 这是没错的 也有那么多人支持他 但是问题是 他说我心常到中华民国 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谓的中华民国跟国民党 当然息息相关 然后这个党 我常常讲 一个党会这样分崩离析的这样的 注定沦为在野党 你说哪一天会败王 也很可能啊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国民党垮掉 中华民国也就没有了 国民党如果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垮垮掉 郭台铭搞不好就并购 国民党成功 郭台铭不会做党工 因为他就不是那种 你知道那种人 国党跟那个企业是两回事 我不认为他有那个赖宣跟那个做 不过现在这一段期间 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侯友宜 侯正营这边的这个步骤 是要怎么去做 怎么样去米平这个跟郭之间的 还有跟这个 甚至支持者之间的这些事情 这个主要支持者 因为地方派系 或是这样整个 整个桃源宇兰 宇兰的这个 我问你怎么米平 像你在金门选举 没有侯友宜站台你也是连任啊 我我我是 我有侯友做的事情 然后我说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比较特别是因为这次这个 克文哲的这个力量也不是很小 然后他本身跟郭台铭针本来就有 很畅通的这个 联络管道 这个事实 所以我想这中间的交互作用 在这一场征召过以后 在5月17过以后 柯的这个一些动作跟 我想也会影响整个局 我问一下郁真委员 为什么你这么支持郭台铭 我觉得 而且佩芬杰刚刚讲 郭台铭甚至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 可是你作为一个国民党党籍立委 而且你是区域选举的立委 为什么你这么支持郭台铭 因为我觉得我身边人 对这个蓝绿之间这一种都有一点 政治的纷扰都有一点 比较不耐烦了 那我们希望郭董市长 以他这个企业家这种精神 他做决策 他的这个行动力这种 我觉得这种态度 可以就是让国家带来改变 而且主要是我周边也都蛮支持 不只是我这个年龄 年轻人也是 所以你周边的人 讨厌传统的蓝绿政治人物了 希望国家可以 经济可以改变 所以他的几个主轴 和平繁荣跟清廉 是大家所期待的 所以你身边的人 真的我身边很多 或者你身边年轻的人 觉得郭台铭是一个新的选项 这个选项不是传统的蓝绿政治人物 对也可以改变国家 我旁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好所以是这一股力量使得你 这一次在他的初选过程当中 这么挺他吗 是我觉得 在此之前你跟他有任何渊源吗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 你第一次认识郭台铭是什么时候 认识 所谓认识是什么意思 就 因为有一次记者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问我说支持谁 这也不是一个正式访问 我就说郭台铭啊 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好 对国家 什么时候 在立法院应该是 今年吗 今年三月四月的时候吧 三四月的时候吧 好那你今年第一次 什么时候跟郭台铭见面 后来他 后来郭总就打电话给我 他是谢谢我支持他 我也不认识他 我说 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人出来 对国家 希望可以为国家做一点改变 所以今年三四月份 有一次记者堵麦 然后你就讲说 也不算堵麦聊天 然后你就讲说 你支持郭台铭 然后他就下了一个标题 记者就自己下了一个标题 发了一个新闻出去 然后你就接到了 一通来自郭台铭的电话 感谢你的支持 是四月份的时候 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吧 那你就一路想挺 挺到金门学员 后来后来就 后来就那个吧 因为然后另外后来 那个有跟郭台 郭台墙有跟我联络 不过以前我倒是 本来就认识 只是不熟 本来就有互动 也没有很多互动 就工商建年会 对对我们就同一个社团 然后就互动 互动后就说 那这样子可能我们 找一些立委啊 什么都吃饭 什么这一类的这样 好所以你真正跟郭台铭 比较密切的联络 他做互动是今年四月份 郭台铭投入初选了 对对对 然后你因为这一个话 然后他主动一个电话 是是跟我感谢了 跟你感谢 然后就牵起你们两人的 这一次的这个 然后我就帮忙 做一些联络的工作了 好 就是一些我们同事嘛 那我听说像周典论 他们本来也都不认识郭台铭 对我也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后来也去屏东那一场 后来结束以后 我又跟周一长也聊天聊 他也是真的不认识 大部分的因为旁边的 他为什么造势造那么认真 因为他旁边的 他是看到财神爷上门吗 不是我到底不觉得 因为他也没有这些压力 我们都没有这些压力 像我也没有这些压力 我也可以选举 没有周典论今年也不用选举 对啊他也没有选举压力 我也没有选举压力 很多立委是有那个压力 坦白说 但是就是周一长 我跟他聊是因为也是旁边的 因为后来我消息评论的时候 有人来接我 就跟那些人聊天 我说你们不要管我们资深 你们带资深 这个民间有一股声音 尤其年轻的 的确是有一股声音是希望 这个郭董事长如果出来 希望可以改变经济 拼经济 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 这是到处都有这样的声音 那我问你 为什么谢典林的意见 跟谢一锋差距这么大 为什么谢典林这一次 也这么挺郭台铭 他们教的事情 这个有一些媒体有说 我想我也不方便 一人压一边这样 我到底不觉得 他们是一人压一边吗 兄弟姐妹本来就会有 各自各自的想法 我也不觉得他们是故意 人压一边的 他们家有他们家的事情 就是他们各自的意见 可能本来就不一样 有些事情不一定 兄弟姐妹想法 所以郭台铭 这一回合兜住了许多 中南部的地方派系的力量 各有各的 这些人 这些人有一些人 包括有很多的议长们 我认识的 都是不爽党中央 不爽侯友谊吗 我觉得他们跟侯友谊的互动 应该是比较没有 你说他有没有不爽 我到底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 我认识比较熟的一些人 我在聊天 因为我本来也认识比较多 这些县市议长 这些所谓地方派 我父亲以前也是议长 所以很多这些 有的第二代 反正我也有认识一些人 然后在聊天过程中 事实上他们曾经在 郭董也还没有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曾经有一个聚会 某年某月某日 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讨论要支持谁 这些地方派有聚在一起 的头领袖都是要认识的名字 他们在里面讨论要支持谁 觉得谁比较适合 他们都决定要支持郭台铭 真的哦 这是事实 这并不是郭台铭叫我们去开会的 真的没有 好就是说他们主动有一个政治能量跟力量 然后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相对倾向支持郭台铭 然后在那之前有一些人郭台铭可能还不认识 就是短情的案例就是周典论嘛 事实上很多人郭台铭都不认识 真的哦 不认识造势的时候谁出钱出力 中间比如说像我们金门没有啊 金门就是你出这样 没有没有也不是 也没有什么出钱出力 出力就是因为像金门我们也没什么民众自己来啊 我们要看他的魅力有多少民众 我就是发LINE而已啊 发LINE啊看所有支持者发LINE啊 我就发LINE啊看谁要来 几月几月几月谁要来 其实郭泰民在联系 他有一些粉啊 他的确是有粉的 那至于在屏東高雄的确是 像我去屏東那场我感受很深 我跟后来我跟周医长有聊天说 到底今天来了大概一万八 大概有多少你叫了多少人这样子 他说他叫了一万三 然后而且他说这是很好叫 因为很多人都是志愿很愿意叫人过来 然后有五千个是自动自发 在齐柔那些都是叫的 周典论那一万八 周典论老人满三 郭泰民的过分五千 对那些是自己啊 他说在齐柔那些都是自己啊 而且比较年轻主席 因为我有在旁边 周典论没台没纸到一万三千个人 是要干嘛 他旁边的人 他旁边的人 至于这之间 比如说跟这个之间的这个费用什么 这些我是都不知道 他应该没有介入费用 我说没有 我没有介入这些事情了 好 就是说周典论跟周典论旁边的这些支持者 可能有一股声音是相对挺郭台铭的 所以他就兜一兜 绕一绕就一拖了 我相信侯友宜市长在这些跟地方这些讨论 的这种互动应该是比较少的 相对是比较少的 好 而这些人在选择上 比起侯友宜 他们宁愿押郭台铭 不能说押 其实不是 比较支持 我觉得我最早就讲 很多年轻人是支持郭台铭的 有啦 他认为说 你知道历年都是台大法律系 用一个这个企业家来救经济 我老早就讲过 所以郭台铭那个时候 是有人支持他 这是没错的